到这儿还是认真 屈婉婷不喜欢被称为歌手 存在于沈身脑海里的屈婉婷又回来了 不过这次她带来的可不是我的歌声里 而是全新的创作专辑 我为你歌唱 玩音乐屈婉婷可谓是德行应手 但这位东北优似乎也有矫情的一面 当天记者会上 主针一句以新人出道 并一炮而红的说法 却立即到来屈婉婷的现场反击 我说的只是说 就让她说出来的一句话 而不是说 只攻击她而已 我只是把这句话说明白了就好了 就因为这种场合 说起来任何的信息 我希望是准确的 因为已经这么多媒体在 抱出去的话 一旦如果信息是不准的话 我想收起来的没有办法 而对于被称为歌手 屈婉婷相当不乐意 现在不要叫我歌手 因为我不是 我不是什么 我做屈婉婷的这个艺术 我是一个原创业人 而不是一个歌手 唱歌的一个人 所以 我明白了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媒体 就是在这次做我宣传的时候 然后可以用到我的标题是 编曲人或者是唱作人 小编点逼 这矫情的形象 深深存在小编的脑海里了 至少 姐姐